接下来要关心水情拉紧报了 台南地区3月1号开始水情将调整为减量供水成灯 那台南地区有南科 南科也将采总量管制的方式实施节水10% 那恐怕就影响半导体产业了 台积电还有联电也宣布了应对的措施 那另外在南投日月潭 水位指标九蛙跌向 也睽違两年再次全部露出来 南部科学园区有半导体产业 有光电产业每年产值将近两兆 是南台湾产经重症 不过现在恐怕将受到缺水影响 台南地区3月1号开始 水情将调整为减量供水成灯 南科将采总量管制实施节水10% 禁远双雄首当其冲 其中台积电表示南科厂区将透过自主节水 及再生水替代措施 不预期水情对营运有实质性影响 另外联电则表示南科厂再生水使用比例增加 内部循环诱水也会提升 现阶段不需要背水车 日月潭月崖湾周边也因为水位下降 露出白色历史 像是嘉明湖天使的眼泪 另外九蛙叠像也全部露出 根据水情资料显示 二月十八号日月潭水位是七百四十五点七八公尺 二月二十二号下降到七百四十五公尺 蓄水率的部分则是从百分之八十三 降到百分之八十二点八 另外高雄尽管有七十万吨备原用水 但去年年雨量只有九百七十一毫米 几乎是平均年雨量的一半 水旅局表示为了稳定南部供水 高平溪沿岸再增早五十口抗旱水井 预计四月底前完工供水 可日增十三点二万吨水源 只不过如果迟迟不下雨 就怕陷水的日子会很快来临 华市新闻 刘海生荣华北蔡孟俊台南高雄报导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市 还没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市YouTube节目